十月十二強棒球賽 比賽剩下不到兩個月 就這樣開打 衣服公開了 不過這都不重要 因為十二位中華隊 啦啦隊女孩 也首度曝光 就一起 We're Amaze 中華啦啦隊CT Amaze 一次排開 十位女孩穿著全新 應援服華麗登場 對於即將登場的 十二強賽事 感到非常興奮 這是我第一次入選 中華隊的啦啦隊 然後今年又獲選了 世界選美冠軍 希望我可以把這個幸運 帶到這邊 然後我們一起前進東京 我自己個人是滿興奮的 因為算是我第一次 做這麼 算是 重大的 第一個嘗試 對不對 轉官拿起錘子 喬下金蛋象徵這場 在台北大巨蛋舉辦的 世界十二強正式啟動 十二強賽票價也出爐 大巨蛋最貴票價 根據場次內野熱區 落在3380元到3080元 所以最便宜票價則是280元 等於不到300元 就可以進到大巨蛋幫 台灣加油 而球迷最關心的還有門票開賣時間 大巨蛋闖次持有指定信用卡 登場票部分 是在10月3號中午12點開賣 其他民眾則是10月4號中午12點全面開賣 台灣作為世界十二強B組主辦國六個國家齊聚台灣 熱血開打力拼晉級複賽前進東京巨蛋 至於終止準國首部分 12強主播再度點名Lognet人 以中心棒次來說 可能會被依賴的就是吉利吉老鞏冠 因為畢竟他的全力打今年球季在聯盟當中的表現 在本土還是第一人 雖然中華隊最終28人尚未公佈 不過今年本土終止全力打王吉利吉老鞏冠 被視為中華隊中心棒次打勢 如果他順利入選將為台灣注入無限希望 到時由持續鎖定東森一起為中華隊加油打氣 東京新聞中央宣傳林州綜合報導